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期刊公布一项研究发现 年轻成年人高血压的状况 与脑部体积小和较高的失智风险呈现正相关 也就是说35至44岁有高血压症状的成年人 大脑体积较小和血压正常的人相比 更容易诊断出失智症 我还是略高155、104 所以等一下还要再去吃药了 每天监测血压发现偏高 就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对蔡检奥院长来说 从她35岁那一年就得知自己有遗传性高血压问题 这里面除了一些保健食品之外 最常见的是我使用的高血压的药物 自己就是医师面对遗传性高血压疾病 蔡检奥院长认为她和每位高血压病友一样 遵从医师指示 每天不定时监测血压按时服药 我的高血压主要是在妈妈部分 那我的外祖母她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 因为中风过世 那我的舅舅我的阿姨们都有类似的疾病 而且都有相关的一个情况来往生 所以从以前我就非常小心 常常开始量血压 因为自己身上也会有这样的遗传因子 高血压是肾行率高的慢性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肾行率会跟着上升 而这几年临床发现了高血压有年轻化的趋势 而且越年轻的高血压患者 对疾病的病适感也越低 血压控制率也比较差 越年轻得到高血压 未来的并发症也越多 包含中风 心肌梗塞 心衰竭等等 最近更有研究指出 越年轻罹患高血压会影响脑部的血流 造成脑部受损 更进一步会影响脑部功能 而有失智症的风险 高血压治疗不好会导致提早失智 这个是一定的 我们从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学观点来看 血压升高主要是动脉血管的阻力增加 阻力增加就会造成重要的标的器官的受损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年至少要量测一次血压 如果血压小于120 20-80毫米拱柱 则可维持一年一次 但若是达到了130-85就是偏高 若是超过140-90就是有高血压 需要每天规则量测追踪 年轻型的高血压 容易造成之后失智的发生 高血压不仅容易造成心脏病 肾脏病 中风脑出血 更可进一步造成失智症的产生 全世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有高血压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到40岁的人 大概有八分之一会有高血压 20岁到40岁的人 他所引起高血压的原因 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有肾脏病 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 或者是有肾上腺的肿瘤 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的高血压 那这些高血压如果说能够找到原因去治疗的话 以后他在中老年人以后 比较不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医师提醒 若已经是高血压族群 必须先调整生活形态 饮食低盐低油高鲜戒烟 更要规律运动 都是非药物的治疗方法 及早控制血压可以延缓恶化预防并发症 TVBS新闻 刘立成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